东大通识中心日前配合高等教育生根计划 在校内办理英语文表达法海报展 让学生以多元活泼的形式自定题目或用英文 授课老师表示 学期末会将海报的内容进一步的影音化 明年起也预计扩大的来办理 并结合比赛进行 一幅幅海报上以生活的多元面向为主题 分别呈现出实用英语表达法 这是台东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英文组 日前配合高等教育生根计划 办理的英语文表达法海报展览 邀集三位授课老师率领学生 总创作140件作品 英文教师杨志伟表示 两年前首先以影片形式带领学生进行成果发表 而后为增添变化与活泼性 改采海报形式 那我们希望除了我们在课堂上的活动之外 学生他在自己的时间 他可以自动主动的去规划 然后去学习 然后去制作那个相关的成品 那因为我们是英文课程 而且我们会跟所谓的文化的主题结合 所以我们就会请他们以一个文化的为主题 然后去找 比如说他如果今天要介绍的文化 他可能会用到哪一些英文的狡达法 学生将于上半学年完成海报作品 下半学年则将内容影音化 教师也期盼明年起能够扩大办理 将展览空间与时间延长 并融入比赛形式 借此鼓励学生投入与参与 因为我们的流程是上学做海报 然后下一局把它拍成影片 那拼命完之后我们就会回传 就是把优良作品选出来 然后就会把它放在那个网页上 所以大概7月初应该可以看得到 或7月中 最晚7月中 本次特展分别以娱乐 旅行与休闲时光为主 让学生从生活面向找出实用的英语表达 同时中心主任指出 整体的活动相当成功 校方也于展览后 搜集学生的意见与学习回馈 有超过6成的学生 认为展览活动有助于提升多元文化知能 也相当期待未来扩大办理的成效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